蓝烟主同样心中震撼 眼前这一头杀起来都极度费力 新出现的那六头 气势完全不在眼前这头之下 一下分心 差点被眼前的晴天巨魔击中 吓着他急忙收敛心神 专心战斗 李云霄艰难的吞咽了一下口水 脑子有些懵了 这东西也能量产吗 林木迪同样面色难看 摇头道 当年风魔之战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这种存在我也只见过十余头 对方能够一次召唤出七头来 可见裂缝之后的存在 定然要比这七头晴天巨魔更为恐怖 李云霄惊道 难不成另外七位魔尊也都聚集来了 林木迪道 的确有这个可能 现在如何是好 战 活着走 见到六头晴天巨魔后 林木迪一下就心神失手 甚至动摇了坚守的信心 开始犹豫起来 战 当然要战 李云霄满脸坚定 毫不犹豫地说道 若是现在退却了 那之前的所有抵抗 所有的牺牲都白费了 而我们想要再次夺回红月城的话 就更加困难万倍 说得好 宁可为也是决然的样子 陈神说道 这里是老夫的战场 而老夫从这个战场上退却了太多次 以至于再也回不来了 今日一战 我绝不会再后退半步 与红月城共存亡 林木迪也是抛弃了撤离的念头 赞道 不错 之前我们向魔界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和决心 现在正是用鲜血和力量捍卫着决心的时候了 三个人的气势和信念立即感染了所有人 众人都是视死如归 冷冷地看着天空上 放下了生死 内心的负担顿时消失 反而变得轻松起来 李云霄道 这六头擎天聚魔 我可以独自应付一头 剩下的如何分配 什么 万万不可 曲红颜当即反对道 这可是蓝眼主大人都难以应付的存在 飞扬 你千万不要逞能 让我和林木迪大人一起配合你应付一头 林木迪以及不少天舞盟之人都赞同 毕竟李云霄已经不单单是李云霄了 而是天舞盟盟主 若是出了意外的话 对整个联盟 甚至是整个天舞界都是巨大的打击 李云霄摇了摇头 我自有分寸 你们看我是乱来的人吗 以我的实力要应付一头 真不成问题 剩下的五头还得你们想想办法 曲红颜还要抗议 被李云霄用双指压住了他的嘴唇 轻轻一笑 相信我 曲红颜脸上满是苦涩 握住他的手 强颜一笑 答应我 千万不要勉强 李云霄点了点头 便飞升而起 往那长空而去 曲红颜只觉得心中揪了一下 满脸担忧 但他明白 此时此刻 唯有放任他去 并且自己认真杀敌 才是对他的最大帮助 林木迪转身望着一人 盘亦 你可有信心 盘亦皱了一下眉 我一人应付不来 若是与他人联手的话 还是可以一战的 林木迪深深地望着他 若是与我联手呢 盘亦想了一下 如实地说道 你的实力不够 联手你没用 林木迪心中郁闷至极 这张熟悉的脸孔 在他面前说出这种话 真想一拳打过去 被这难道 若是再加上我呢 盘亦望着他 眨了几下眼睛 你也是虚光镜 只不过你的肉身有残缺 远远不如我 若是能够再加上 一位虚极神镜的强者 当可应付一逃 立即有人自告奋勇 被林木迪一下拦住 人手不够了 就我们三人 最多再加上我的坐骑牛 无法再多了 盘亦看了一下那寻天动牛 这东西基本没用 不过既然你要试 那就试试吧 寻天动牛气得浑身发抖 踏了几步冲上来 用脚去顶他 哼 别闹了 林木迪一下将寻天动牛 牵了过来 不让他发狂 屈红颜道 我们神霄宫众人 争取应付一头 米纸函等人 皆是脸色骤变 全都感觉压力太大 骆春柔毫不客气地指责道 公主大人 未免太欠考虑了吧 屈红颜道 我与太上长老都是须及神进 加上诸位勉强能够 骆春柔不肯 叫道 你可有想过 若是指挥不当 神霄宫数万年基业 就毁于一旦了 屈红颜大怒 赤声说道 本宫乃是公主 临阵之上 岂容你多嘴 再胡言一句 现在就斩杀你 他脸色一寒 杀气就凝聚过去 一下将骆春柔震住 若在平时的话 也就懒得理会此人 即便是自己的威严受损 也并不看重 但此时此刻 君令如山 掌门一句话 岂容有意义 更何况是在这种危机关头 骆春柔脸色大变 感受到了那股冷意 知道屈红颜是动了争诺 便不敢再言 而是哀求地看着弥指寒 但弥指寒也知道事情重大 内心责怪骆春柔胡闹 一点脸面都不给掌门留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才让他彻底闭嘴 陈断天上前道 我刀剑宗愿住一臂之力 龙家的长老卢元 也忙说道 我龙家也愿意住一臂之力 林木迪这才说道 如此生好 联合你们三家之力 即便不敌 至少也能拖住一头 屈红颜原本想拒绝 但林木迪既然发话了 他也不好反对 林木迪道 诸位一切小心 且以红颜公主的意志为主 还望多多配合 是 众人齐声喝道 屈红颜无论实力还是威望 在众人当中都是第一 而且他们同属七大派 虽然之前关系一般 但现在高手层出不穷 之前那种高高在上的大派荣誉感 早就荡然无存 现在反而有点抱团取暖的感觉 屈红颜道 那就有劳诸位了 便转身从圣魔殿内飞出 尾随其后的有十余人 都是三派强者 而且修为最低 也达到了神境 波龙道 那些巨魔 非同小可 让我夜助红颜公主一臂之力吧 他与化修一道 也化作两道光芒飞了出去 海皇一脉 就他们两人与波木来了 水仙 因为修炼太阳真诀和如是我闻 被波龙用禁制困在阎武城下 强制他修行 不到神境的实力 便无法脱困而出 旋里岛那边的众多强者 一见就分去了三头 只剩下三头晴天巨魔 奔廷风顿时大喜道 剩下的三头就交给我们 林木迪也是欣喜抱拳道 那好 就有劳主委大人了 还要小心提防那些魔君 奔廷风抱拳回礼道 太客气了 诸位一切小心 我们会派强者将三头晴天巨魔困住 剩下之人便去对付那些魔君 天武盟也还剩下不少强者 也都自告奋勇 加入围剿魔君的队伍 波木道 诸位一切小心 若是有所不敌 便立即回到圣魔殿 以此殿的坚固 若是拼了损毁不要 也要硬抗一阵 那晴天巨魔的攻击 好了 大家都小心 上 林木迪大喝一声 便冲了出去 近三百道光芒 一下从圣魔殿内飞出 迎着那些巨魔和魔君而去 弓的投影 依然站在裂缝前 冷冷地看着 嘴角扬起一丝冷笑来 清朝而出了吗 天武界的剑种们 让我看看 你们到底有多大的实力 六头晴天巨魔都被引动 顿时整个天地震荡 天空早已是化成虚无 红月城除了那静置守护的传送阵外 其余建筑也早已成了灰烬 就连半点残砖瓦片都看不到 好似原本就荒芜一片 李云霄和蓝眼主正在激战中 一看到战事全面爆发 剩下的晴天巨魔都被引动了 不由得内心交集 特别是蓝眼主已经将那头巨魔 斩下了大片的身躯 但对方就是不死 生命力顽强的不像样 李云霄不敢与那巨魔正面抗衡 依靠敏捷的身法不断用剑斩下 消去晴天巨魔的肉躯 只是这巨魔浑身如山月 也斩不出血来 只有大量的碎石滚落 看到远处战事全面爆发后 李云霄心中一急便铤而走险 直接顺移至晴天巨魔的头颅前 一剑往对方的双眼斩去 无论怎样的存在 眼睛始终会是弱点 那巨魔的双眸一凝 击射出鸿芒来 砰的一声将剑气击灭 但是李云霄却是身影一闪 瞬间落在巨魔的右眼前 左臂上带起大片雷电 猛的击了过去 刚才的一剑 它只是一个幌子 就是希望巨魔用铜光攻击一下 引出时间间隙 好让它施展雷拳 戴着雷光的整条手臂 直接插入巨魔的右眼内 那红宝石一般的眼珠子 疏然碎裂开来 巨魔发出惊天的怒吼声 痛苦不已 果然有用 眼见那巨魔一掌 就往自己脸上拍了过来 李云霄再次顺移而走 让其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 也震得长空聚颤 下一刻 李云霄直接出现在 那巨魔的头颅上空 冷冷地看下去 这晴天巨魔 在他眼里空有一身实力 却缺少智慧和敏捷 已经离死不远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